去年就遇到了防疫旅馆的量能不足的部分 去年都有同样的事情 为什么今年还要犯同样的错误 让台商有家归不得 越说越起 去年的窘境今年还是没解决 春节返台潮预估高达4万人 但防疫旅馆加上3500间的集中检疫所 总共才29500间房 量能落差非常大 但交通部跟指挥中心 现在却希望在国外的民众分批返台 而这样一家人可能时间都不拢 相距的时间减少 失去春节团圆的意义 另外诱因不足 旅苏业者也没有意愿加入防疫旅馆行列 导致民众返台一防难求 甚至还有人订到一晚要价高达8000元的房间 却变成所有人眼中的幸运儿 等于是换个方式说 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返台时间不要全挤在一块 不只防疫旅馆吃紧问题 台北一名郭先生在大陆打了两剂国药后返台 要去疗养院探视糟具 因为对方说只认小黄卡 但卫生局又跟他说 打满两剂疫苗就不用再补打 让郭先生满头问号 难道自己打的国药不被承认吗 对此卫生局澄清说 一切都是重要的规定 问题是我们当民众补灯之后 还是没有办法帮他把这个部分 去做列印疫苗这种证明 他给我们的理由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不是我们帮他打的 所以不会纳入我们给他提供疫苗这种证明 可以补灯却不能获得任何证明文件 也没有等同小黄卡的效力 重要说明是牵涉到疫苗护照国际考量 要去长照机构探视 没有小黄卡只能出示 三天内的阴性报告或是快筛 种种迹象就让国内医学专家 黄高斌质疑 国际疫苗认证慢半拍 恐怕是大陆两款疫苗认证 挑动指挥中心的敏感神经 TVBS新闻何嘉阳 于馨和张日科台北报道